第三十八集,没料到蓝战会回答,还回答得这么果断,迅速,卫英手握勺子挣了好几秒才恢复如常,对的人,对的时机。 卫英不动声色地垂眸继续吃饭,心情却再也难以平静,脑海里闪过无数想法。 从蓝战过往的种种表现,尤其是早上他在床上的反应来看,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。 但我不是那个对的人,所以他才不打算袒露心计,要不然,时机哪里不对了。 也是,喜欢上一个同性,时会毫不犹豫地觉得,对方是对的那个人。 确认自己喜欢上蓝战时,卫英内心也是慌乱的,但他走过很多国家,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,思想开化一段时间就慢慢接受了这一事实。 可蓝战这么古板,哑正的人,心里恐怕没那么容易接受,而且他也会考虑家人的感受,和世人的目光吧。 卫英突然沉默,蓝战去着一脸凝重的他,握着悲深的手指收了收。 心里疑惑卫英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? 蓝战反问卫英,你呢? 我? 卫英指着自己,装作不经意地回答,当然会了,岂不可施,时不再来,错过了,就不是你的了。 话虽这样说,卫英想起卫恒的身体状况,心变得沉重无比。 他和顾佳还有婚约,爷爷希望他和顾灵涵,也就是蓝战的表妹结婚。 如果他坚决不同意,爷爷会怎样? 如果知道他喜欢蓝战,爷爷又会有什么反应? 卫英不再说话,埋头把餐盘里的饭吃了一半后,便再也吃不下了。 他说要再睡惠儿,蓝战能感觉到他情绪变得低落,但没多问什么。 照顾他躺下后一个人走出了医院。 新加坡是多雨,外面正下着萌萌细雨,这是一座花园中的城市,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鲜花。 潮湿的空气里荡漾着淡雅的花香。 蓝战来了一辆德士,请司机带他把市区里的甜点店一家一家逛过去。 他想去找祖昆在视频通话里,所说的那款巧克力蛋糕。 卫英看到蛋糕是眼眸里闪现的惊艳,喜悦的神色。 蓝战难以忘怀,心想万一在印度找不到那款蛋糕呢? 他不希望卫英就此错过了。 蓝战知道卫英不单单是为了吃上那款蛋糕,更多的是对蛋糕在造型。 味道等方面富有设计感的创意感兴趣,是为了研究蛋糕。 烘焙甜点与从事金融行业,如果让卫英两者择其意,蓝战认为卫英会更倾向于前者。 在市区里多了两个多小时,蓝战终于找到了那款兔子造型的巧克力蛋糕。 当他拎着蛋糕回到卫英的病房时,祖昆已经在里面,正为卫英削苹果。 蓝战刚才要出去时,只说他去市区逛逛,此刻见到他手中的巧克力蛋糕。 卫英顿觉浑身血液都凝固了,有一瞬间甚至感觉不到心跳。 卫英确定祖昆在通话里,并没有说出甜品店的名字,蓝战也没有看到那款蛋糕的模样。 他是怎么准确地买来一模一样的蛋糕,又为什么要去买? 卫英已上厕所为由躲进了卫生间,站在灌洗台的镜子前,笑意蔓延到他的眼角,开出了绚丽的花,又阴红了他的眼眶,流下了感动的泪。 无声胜有声,他明白了蓝战的心,他会等蓝战,等不到也没关系。 蓝战曾经为他心动过,对他来说,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了。 门外,祖昆背对着蓝战,看着摆在桌上的巧克力蛋糕,唇角扯出一抹冷笑,随后转身对蓝战说, 卫英刚烧刚退,不适合吃这么重口味的蛋糕。 蓝战平静地回道,买不买是我的事,吃不吃是卫英的事。 祖昆认为蓝战话里有话是在说这里没他什么事,暗暗气节,但依旧面不改色,如果卫英因此病情加重呢? 到明天中午,他在新加坡逗留就满96小时了,必须离开,你让他怎么上飞机? 未来存在许多不确定性,要先生敬畏,而不是过度焦虑。 蓝战的冷静,让祖昆咬牙切齿。 祖昆知道自己只是遇到劲敌了,走到蓝战面前压低声音说,你在骂我。 蓝战神情说但,我在提醒我自己,你。 祖昆还想再说什么,看见卫英从卫生间出来,便放弃了,他一脸温和地站到桌旁,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 卫英说要吃蛋糕,祖昆阻止他,卫英生病期间不能吃甜蜜的食物,不易消化。 我看你有轻微咳嗽,要避免病情加重。 卫英玩耳,一边拆蛋糕外包装一边说,我就吃一口,尝尝味道,你放心好了,不会多吃。 吃一口不会怎么样吧,这又不是毒药。 祖昆无言应对,只好劝卫英一定要多多喝水。 拆下透明的外包装,卫英凑近,仔细观察着蛋糕造型的每处细节,泽泽称赞,这个甜点是手巧得很,得花五六个小时才能雕刻出这么精致的造型吧。 卫英咬了一勺蛋糕入口,细细回味后又咬了一勺,看到他母里又重现惊艳,喜悦的神色。 蓝湛心里也高兴,不觉流露出痴痴的眼神。 直到与卫英四目相接,蓝湛才不自然地挪开了视线。 卫英没有向蓝湛表示感谢,而是把蛋糕分成两份,一份递给蓝湛,一份递给祖昆。 蓝湛的那份是他咬过两勺的那一块。 蓝湛接过后,一声不吭,把那份蛋糕全吃了。 第二天中午,他们三个人一起前往张义机场,卫英和祖昆去印度,蓝湛则返回上海。 不同的登机时间,不同的登机口,蓝湛等到卫英走向登机口时才转身离开,独自往前走,他周身透着落寞,仿佛四周的一切与他全部相干。 蓝湛,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,蓝湛下意识转身,一道身影末地扑向蓝湛,紧紧抱住了他。 蓝湛道,哥哥的有当哥哥的样子,你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。